四皇一个人能不能打出了鹰眼的所有七五海 除了鹰眼的七五海 还有黑虎子 算不算 把黑虎子也刨开吧 那就是罗 还有女帝 还有熊 圣平 老沙 明哥 莫莉亚 把八戒也先给去了 白虎子二世 感觉一个四皇不好打呀 除非把罗再给去掉 因为罗的这个谋仇战斗的这个能力太强 他一个人是打不过四皇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这个军师能够结合所有七五海的力量 罗是有可能能够筹谋出一群七五海拿下一个四皇的这个局面的 其实这次合治国搬下凯多大妈 罗就是后面的军师 一切的筹划者和组织者 他真的做到了 那在剧场版里面 之所以大家能够拿下巴里特 也是罗在做这个统筹的这个任务 包括女帝的表现也是非常惊艳的 女帝拥有开挂的恶魔狗士能力 打起也很强 能够打破局面 老沙也是一个阴谋家呀 恶魔狗士能力 打辅助也是很强的 顶上大战 人家跟谁都是五五开 不管是不是大将 不管是不是鹰野 所以老沙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明哥的话 那个鸟龙也很强啊 所以七五海其实 是四皇之下最强的海贼啊 他们一旦联合 其实实力也是很强的 一个四皇还真不好拿下他们 而且七五海如果联合 有可能反杀一个四皇的 尤其如果那个四皇是 和之国的大妈的话